Hello 大家好,Fab 今天帶來這條 JAR 2 我之前跟大家說過,JAR 2 的樣子不太行 就是這樣的樣子,怎麼搞 但來到這款顏色,我覺得真的蠻漂亮 這款顏色的感覺就好像推翻了我之前和它紫色的感覺 雖然它沒有很板製感覺 但起碼它的顏色是正形好 它的鞋身旁邊的爪痕的款式 感覺明顯來得精緻很多 而且它的白藍色亦都搭配得蠻好的 鞋底的款式,設計的踢位也算是蠻有別具心裁 因為起碼我在其他鞋款未見過這樣做的鞋踢 而且你看看後端,各方面的凹凸位、細節位 好像比它的紫色好多 所以我覺得這款顏色值得留意一下 全球發售日期,9 月 26 日 其實它好像還有一款PE 版本 PE 版本就是淺藍色的 淺藍色的,配啡色就是PE 版本 發售版本就是深藍色 不知道大家喜歡淺藍色還是深藍色 我覺得其實它的深藍色都很漂亮 認真,Sound3 的口碑都已經掉落谷底了 但它又出正,將星空色等到Sound3 裏 真是不知甚麼玩法 可能因為明年都會出現星空色 Fumbloss 各方面都會出現星空色 所以它現在就變成了Sound3 的市場 晶空色已經有賣了 螢光底、麗的 不過問題就是Sound3 太不好穿了 所以大家都是不要賣了 其實自從Trayarn 1 之後 Trayarn 2 脈圖很實 Trayarn 3 的樣子就一般 試過又不是太特別 來到Trayarn 4 究竟它是甚麼搞作呢 雖然都為了維持了一貫的Editas 外星款 但是這個外星款又設計得一般的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但是你看看幾張照片 純粹外形紋路底來說 我自己覺得對我自己的吸引力來說就非常之低 雖然它就說中底不知道是否用第三代的Composive Foam 這樣去做 但是其實如果第三代我試著過又真的不是很突出 那其實這個樣子加這個款式來說 是不是真的值得試 或者其實Trayarn 去到第四代 或者都未必有第五代呢 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好了 EQL Z 應該247 都好像很多人都會試了 因為它叫做Nike 的傳奇設計師 Aaron Copper 它就好像很多有熱度 鞋底、鞋身方面的設計都叫做幾突出的 不過我見人試的評價就是 其實它是OK的 但是也有改時的空間 但是如果你說純粹外出外穿來說 這隊的款式也挺帥的 即是一來性能應該不會很差的 最重要外觀也挺吸引、挺帥的 那大家如果真的買得到的 好了,Series Player Series Player Only 原來要Series 那現在終於都贊助NBA球員了 其實Series Player 我也有朋友試過 我自己就沒有了 其實它以Kobe 為藍本 但是性能方面是不錯的 但是價錢一直都叫做高企不下 以一個叫做新牌子來說 它的確真的算是貴的 但是它的性能一直改良之後 好像後來都叫做實戰力都不錯的 如果大家真的覺得要Nike 可能是Deed the C 我一些比較便宜一格的品牌 都可以留意一下 很遺憾的是 我其實也是字母5的大粉絲 即是以打球來說 但是字母6 我到現在都沒有試 因為在這邊的價格實在太貴 香港還要經常都是 正價就是8折 以免1、2、5折 還要5折 簡直是離譜了 即是還要貴成四、五成 所以以一部這麼基本的設計來說 我覺得它是好著 但是這麼基本的設計來說 你又不會願意花這麼多錢去買它來試 所以我一直都沒有試字母6 我相信字母6和字母5的分別 又不是真的大得那麼緊要 因為整個設計員那麼像 可能最多少少少改進 所以又不值得這樣去試 不過字母5的確是一雙不錯的鞋 所以字母6 如果大家真的弄得夠狠的都可以想想 波仔 Namello 波 作為Puma 旗艦級的代言 來到第四代 這個樣子 真是挺具挑戰性的 鞋身的花紋也挺多 可能新世代喜歡的 我自己老人家就真的一般 即是一代 其實依然是 0.01 都依然是 Namello 波 在年內最受歡迎的一隊 因為Puma 仍然不停地出 0.01 的顏色 所以你就知道 其實0.01是受歡迎的 0.02 0.03 很多的 但是來到0.04 我相信的情況都應該是繼續不變的 波仔的鞋性能都可以的 即是它又不是很差的 當然很多朋友說 有咬殘的風險 但我自己做過又真的不太過 即是所以 又不覺得它有什麼特別咬殘的風險 即是你不要當它傷 你就會傷 我又不覺得有特別的危險 這套MP.04 又不是真的那麼是我的心頭好 0.01 0.02 0.03 我都有的 0.02 也很經常穿 所以0.04 它這個樣子也是 PASS 狐狸仔 Fox C Fox 1 Fox 1 有一個狐狸標誌 挺帥氣的 雖然它毛毛太多 但狐狸標誌也挺帥氣的 即是即將就會出 Fox 1 鞋身的設計 依然應該都是 沿用Curry的鞋身設計 你看到 那些Flow底 外形的皮革面的部分 都是有些Curry的特徵 其實說真的 UA的籃球 在這個時刻 已經是 玩到沒什麼好玩 所以你看到 鞋身、鞋款 它都是Curry 亦是Curry line 其中一員 所以 它整個設計員 都極Curry 但是 我覺得它這雙鞋的感覺上 的細節位 看起來 好像比Curry 比較漂亮 起碼第一代 有些深思 中間有一個Strap 鞋身的黑色 配襯得挺漂亮 純粹 說樣子來說 這對Fox 1 是挺吸引的 對比Curry 12 可能已經轉了一個新套 來講 會不會大家反而喜歡 Fox 1 好 買起鞋最怕沒有比較 所以也拿到 Curry 12 還有中國行系列 盤古配色 的款式 給大家看 盤古配色 也是紫色配搭 這次Curry 是在中間這個位置 就是中底部分 這個位置 變多了一條 巴 就是能眼巴 在那裡 鞋身設計方面 大家看USA 色 也都看到 白黑色 都算是簡潔的 我覺得樣子 都算是不錯的 鞋底 其實 Flow 底已經玩到 五六代 都不知有什麼特色 底來講 它改來改來 有些膠 紋路也不是大改變 情況下 你的Grip 離去 所以最主要 鞋身的承托 或者Flow 設計語言 在中間的過度 會有舉大改良 性能來說 不是差的 其實Curry 一向都不錯 就是它的鞋底 太不耐玩了 一個問題 來到今天將個News 這個Book 1 蛇皮 Book 1 顏色出得很慢 亦都沒有第二代的消息 因為Book 1 樣子那麼復古 Book 2 要抄什麼 亦都是一個幾乘而命的東西 但Book 1 襯衣服 真的是一流 我自己整個屋都穿 但是將個News 因為我都入了這隊 之後就會開給大家 和大家看看 說真的 純粹說紋路 那些都不能輸的款式 而是穩粗勝券的款式 今天在這裏 為大家的問題 下一個留言 訂閱我的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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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類ーハ